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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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 三三夜迎風荒香 和祖趣 Arts TWU How to the 我焚焚熟 Like this 当年萌襄子松葉 余忠祖慧 欣欣 言有诛 花呆尽章 帝果娘啊 我也要 没那么小气吧 干 干 你尝尝我这个 来 你喝我的 你再喝一口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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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还有你再喝一口吧 习惯喝 永春我也还有啊 喝 你快点啊 再喝再喝 不好 世玉啊 我得回去了 要是被你老爹知道 那可不得了了 娘 你走先不送了 世玉 啊收到 明天学呢我是上不了了 我先去尿个尿啊 嘿 喂 跪前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尿尿 走了尿尿去了 走了走走走 都不要 哎呀走着走着你就想尿了 哎呀我还没尿呢 走了走了 你干什么呀 我要的走着走就走了 奇葵 人呢 怎么都走了 我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理我呀 我 我知道 你肯定还在生我的气 没有没有没有 上次是我不对 我对不起姑娘 我都说了吗 你是不治者无罪 来 我们把这酒干了 我们的恩怨呢 就一笔勾销了 我先干为敬 快啊 干啊 快点嘛 这么婆婆妈妈的 这样子才像大男人 我最喜欢了 颖姑娘 有什么说吧 我不太会说话 那个 上次 你借给我伞以后啊 我想我们两个 可以做好朋友 颖姑娘 颖姑娘 老爷 你不能进去啊 小姐她还在睡觉呢 我叫你叫醒勇蠢 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可是老爷 我真的没骗你 她真的还在睡觉 你不能那么早进去啊 姑娘家家的 每天睡到日上三竿 这成何体统 老爷 你真的不能进去啊 老爷 小姐她还在更衣呢 你一会儿说她在睡觉 你一会儿又说她在更衣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小姐 小姐她真的还在睡觉 你要是骗我 我马上送你回家 老爷 走开 永春 永春 爹可进来了 永春 永春 你怎么还在睡啊 快起来 快起来 爹 你这个鬼丫头吓死我了 爹 这么早把我叫起来 搞什么呢 搞什么 这话要我问你才对 啊 这么多天 你都在外面搞什么名堂啊 我没有搞什么呀 我就是昨天晚上 嗯 昨天晚上怎么 嗯 不是不是的 我是说 我就是昨天晚上睡的早一点 昨天白天一天都在家里 你是知道的 是 我知道的 但是 怎么又这么多人来提亲啊 啊 红习惯 哎 哎 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啊 哎呀 爹 我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回答我呢 什么问题啊 哦 不是红习惯 是别人 哎呦 是别的一堆人哪 你快去看看吧 这烦死我了 哎呦 你不是 对人 诶 怎么还不难 还不难 俊 哎 老大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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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小姐 来啦 来啦 小姐 快点 我别吵了 走开 走开呀 别吵了 你们 你们都是什么人呐 爷爷爷我是来提亲的 我也是 我们都是来提亲的 哎呀 你们都别吵了 我听说昨天红习惯为了方式一来提亲 就是因为看到了您的身体 所以他要负责要提亲 说实话 比武那天笑声也在现场 我就在第一排 所以说我也看到了您 我觉得我应该对您负责 所以今天特资就来提亲了 其实那天最靠近您的人是我 因为这件事我已经识别很久了 每当眼神人记的时候 我都会问我的良心 良心啊良心 我该不该对严小姐负责呢 终于我想通了 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了 所以严小姐你就嫁给我吧 嫁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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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闭嘴啊 住口 走 永春啊 你 你究竟做了什么吗 爹 严小姐 嫁给我啊 严小姐 你一定要嫁给我 我会对你负责的 都滚滚 严小姐 这么没规矩 你们把菜府当成什么了 菜市场卖猪肉 是 你们看看自己 一个个 长得像歪瓜裂枣 你们知道 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不是 你们都是 都是 你 怎么 我的话 听不懂吗 还要我亲自送你们出门吗 滚啊 走走走走 快走快走 菜公啊 好好好 天来几位 菜某教育无方 这孩子这么无力 我带女儿向你们谢罪了 见谅 见谅 来人 看场 请坐 请坐 爹 你们先聊吧 我回屋了 请留步 你 你 你怎么可以打人哪 颜大小姐武功根基果然不错 这门亲事娘同意了 太好了 多谢娘 永春 这是我娘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谁要嫁给你呀 菜公实不相瞒 这次我们来 正是为小儿提亲的 爹 千真万确 我们雷家在杭州的市里财力 认第二 当然了 没有哪家敢认第一 雷霆武熟 有年年出状元 菜公 和您家相比 所谓的门当户对 绰绰有余了 再说 我仁儿与令千金已相识多年 对令千金也是仰慕已久 好啊 所以今天我和夫人亲自带着仁儿上门提亲 菜公啊 这件事我看就这么定了 雷老爷厚爱 只是小女生性顽劣 到时候 恐怕 爹 我不管 我就是不嫁 我要陪着你 颜小姐 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你还能守着你爹一辈子啊 我们仁儿对你怎样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 对你百依百顺的 你还有什么可挑的 领春 我对你可是真心实意的 无论你叫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让你去死 你也去死吗 休得胡言 雷老爷 雷夫人 蔡某管教无方 才出这么大的笑话 见谅 见谅 蔡公 您言重了 放心 这以后等永春 进了我们雷家 永春 我会替你好好的教育他的 让他懂得 什么叫做三从四德 什么叫为父之道 千证万识 爹 我不管 就是说一千遍一万遍 我都不嫁 我不嫁 我要陪着你 颜小姐 你知不知道 下个月朝廷就要举办 地区种武状元的选拔赛 只要我仁儿一旦被选中 他就会成为天子门生 这天子门生有多威武啊 如果再要勇夺武状元 那不是一如反掌的事吗 选拔武状元 那可是万众挑一 就凭你 我看那是麻绳提豆腐 放眼这杭州城 能跟我们仁儿抗衡的有几个 敢和我仁儿抗衡的又有几个 每年这准武状元的名额 可都是我们雷霆武熟的 千真万缺 今年的名额我仁儿拿定了 难道杭州就只有你们雷霆武熟吗 我看方圆书院才是人才济济呢 方圆书院不值得一提 你要是凭你的真功夫 拿到准武状元 那我就下家于你 要不然 你这一辈子都不要想见到我 诶 永春 这丫头有个性 像我 这个丫头啊 我是越来越喜欢了 不好意思 女大不由人哪 不打紧 不打紧 采公 您言重了 这次准武状元的名额 我们仁儿是拿定了 我看这样吧 在准武状元选拔赛前 来一场比武招亲 什么 比武招亲 千真万缺 哈哈哈哈 夫人 你这个主意出得好啊 到时候 方圆书院的那些小子们 都一定会来参加的 哈哈 我们 叫仁儿 在颜小姐的面前 把那些人 一个个打得落花流水 让在场的人 心服口服 也让他们看清楚 谁才是准武状元的真正人选 哈哈哈哈 这个 采公 您也别多虑了 这所有的费用啊 都有我们雷家来包办 小儿必定可以胜出 再等小儿中了准武状元 届时迎娶颜小姐 这也算是双喜临门的好事了呀 啊 哈哈 神正万缺 采公啊 我看这事啊 就这么定了 我马上回去 张罗比武擂台的事 哈哈 告辞了 告辞 诸不远送 采公 告辞 好好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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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大小姐 怎么了 哦 是不是西官那个傻瓜 又惹你生气了 走 我帮你去教训他 不是啊 是雷人那个大混蛋 今天雷老虎 带着他到我家去提亲了 啊 你要做雷家少奶奶了 那以后 你就可以横着走路了 哎 选好办事的日子了吗 哎呀 都是方施玉干的好事 嗯 施玉 又关他什么事啊 哦 你是不是又让别人撕破衣服了 哎呀 你怎么老是让别人撕破衣服呢 那 回头 我去找太公聊聊 这姑娘家的衣服 怎么可以这么不结实呢 哎呀 不是啊 就是上次那件事嘛 哎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 跟你说了你也不会知道的 总之啊 现在 雷老虎 要摆擂台招亲了 嗯 要是没有人能打赢 那个雷人的话 我就要嫁给雷人了 嗯 当时我一气之下就答应了 可是 我真的不想下半辈子 陪着雷人做噩梦啊 好啊 既然是世玉惹的祸 那就让世玉去好了 那 到时候世玉打败了雷人 你就不用嫁给他喽 世玉啊 那要是世玉赢了的话 我岂不是要嫁给你 哈哈 你呀你呀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原来是为了让西关去啊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嗯 真的啊 嗯 嗯 思月 学而是稀之 行不行啊 一会儿看我的 嗯 会不会不好啊 你放心 你都说了 那个什么什么 准武状元选拔赛嘛 我知道怎么说的 你放心吧 嗯 谁 不浪犯善二号 作乱者 哈哈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啊 方夫人 先生啊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 想和大家说一下 耽误您点时间 没事没事 您请 各位同学 下个月呢 杭州就会举行一场 准武状元选拔赛 现在参加的 只有雷霆武熟 所以我希望大家 也都去参加 到时候啊 大家有冤报冤 有仇的报仇 好 我第一个参加 还有我 算我一个 喂喂 你们呢 喂 你们呢 我都别哑巴了 你们愿意做缩头乌龟啊 这多好的机会啊 对不对啊 什么好机会啊 我看是被雷霆武叔羞辱的机会吧 我才不要参加呢 就是啊 难道你们忘了上次武士大赛的教训了 我们只是去陪太子读书 处理又不讨好 我看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读书算了 对不对啊 对啊 喂 你们 怎么样 够了吧 不明显吧 两个人今天怪怪的 在搞什么东西啊 来 吃吧 最会儿 好啊 爹 您吃菜啊 好 老爷 吃菜 好好好 爹 吃这个 来 老爷 吃这个 多吃点啊 爹 多吃一点啊 老爷 你多吃点 多吃点 爹 又来了 你们俩在干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 有话就说嘛 施鱼 你先说 爹 我想参加比武招亲 比武招亲 你 你是搞什么鬼啊 你们俩今天搞什么鬼 娘 我说我说不来的吗 还是你说吧 老爷啊 这比武招亲可非必寻常啊 废话 这比武招亲还有什么不同呢 没错 就是不同 大大的不同 你可知道 这次比武招亲 是谁办的 我才不管是谁办的呢 你一定要管哪 是雷老虎强办的 为的是让他儿子雷人 去菜宫的女儿 严永春 你说 这比武招亲 是不是意义非凡哪 有这事 爹 以您的智商来讲 我们怎么能骗您呢 是不是啊 娘 还有 那老爷 下个月 朝廷呢 要选拔准武状元 如果士玉在擂台上 和雷人他们较量 一来可以练练手 二来呢 也可以错错雷人 那个乌龟王八蛋的锐气 这样拿下准武状元 就不再画下了 老爷 您不是也一直希望 士玉光宗耀祖吗 那这样的话 老爷也有面子了 这么说的话 那这次比武招亲 的确意义非凡哪 爹 你答应吧 你答应吧 我同意了 不过 你必须得答应爹 不能意气用事 知道了爹 明白了明白了 知道了爹 还有 我不想看到 像上次武师大会 那样的结局 放心吧爹 我这次一定要来人 那个小子知道 什么叫铜皮铁骨 双拳无敌三百六十度 无敌海景盖世英雄 方氏玉 方氏玉 老婆呀 你看你弄得那么多 来 儿子 吃饭 正在练哪 我跟你说啊 这次你可用心着点 你可别忘了 永春和雷人打赌这件事 千万不能让西官知道啊 这压力越大 越难发挥的 知道了明白 明白了知道 总之啊 我们这次要报 武师大会的仇 没错 我们要让大家看看 我们方元书院的实力 所以呢 我们要全力以赴 杀他个片甲不留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身手一出 杀他个永世不得超生 会不会太狠点了 狠倒是不狠 就是对白缺乏心意 庸俗了点 肤浅了点 手臂要绷直 小这样 你看 师兄 方夫人 乖乖乖 师妹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我送世语回来 顺便看看西官和会前 准备的怎么样了 放心吧 有我在 这次比武一定没问题 当然了 你可是我的师兄啊 如果他们能够学到 你的一半功夫 就足够了 师妹 你真会开玩笑 娘 你跟郝老师 也有段时间没见面了吧 嗯 不如今天我做东 喝两杯怎么样 这个不太好吧 娘 咱们母子俩呢 就别装算了 郝老师 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 就当是慰问一下 就这么说定了啊 世语 我陪你去 好 还有我 慧前 你就别去了 你的根基没他俩扎实 你在这儿好好练 心意我领了 慧前 加油 加油 好 好 世语 这次雪麻赛 我总觉得不是很有把握 哎呀 红爷以前的自信跑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 总觉得 心里有点怪怪的 哎呀 放心吧 这次啊 等真的报下了武师大会的仇 到时候 杀他的失衡遍野 片甲不留 身手一处血流成河 岂不痛快 不用这么严重吧 嘿 开个玩笑 一会儿你去买点酱牙牛肉 好 我呢去打酒 一会儿在这儿会合 好 一会儿见啊 嗯 哎 少爷 少爷 我看这次有老爷和夫人给您撑腰 这严小姐你是取定了 哼 废话 别说这杭州城 就整个苏杭二州 也没有我雷人办不到的事 哎呦 方少爷 小伟大 两坛好酒 快去 好嘞 我看哪 最好是打的他 下半辈子都下不了床 好 来 倒酒 哎呀 真是莫名我个奇妙了 这城里大白天的 会有蛤蟆叫啊 你 小子 我跟你说 本少爷我今天心情好 不想和你斗 来来来来 我敬你一杯酒 我知道 我跟永春提琴那天呢 其实我这个人很大度的 我肯定会请你的 但是人有脸术有皮 我想你一定不会来的 这杯酒呢 那 就当是我跟永春成亲的喜酒 我提前敬你 他叫 对对对对 方氏玉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我不像你 需要靠药酒来提气 我身体好得很 怎么样 你不爽啊 你不爽 我就打到你在床上 参加比武周期 你 试试吗 试试 别出动 习惯 来得正好 一会儿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武松打虎 试试 别打架 你不是答应过方老爷 不打架了吗 要是让他知道 你呀 怎么跟德爷一样 走吧 试试 走就走 走了 你呀 比武昭青那天 我让你老虎变蛤蟆 挂挂 我告诉你方氏玉 我不废了你 我不叫雷人 你为什么拉我呀 这一点我好好教训他 反正也不差那么几天了 你就忍一忍吧 我忍猫忍狗忍猪忍尿 什么都可以忍 就是不能忍他 不忍都忍了 你 对了 刚才我听你说什么 比武昭青 什么比武昭青啊 有吗 我有说过吗 可是我明明听 明明也好 白白也好 反正我什么都没有说 肯定是你听错了 好吧 也许是我一时情急 听错了吧 一点话给明头 不然迟早穿帮 对了 红爷 刚才呢光顾着打架 连酒都没有买 我一会儿去买多酒来 那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这菜焖久了就不好吃了 就这样一会儿见吧 来 买酒 不行 要是连人还没走 那出人命了怎么办 我得去看看 你找回来干什么 比武昭青的事 要在意 你娘都告诉你了 这一次啊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把雷人那个大混蛋 狠狠地重重地打一顿 让他以后啊 再也不敢来找我 喂 我说你的耳朵 是用来打苍蝇的 我刚跟你说过嘛 比武昭青的事 要重新在意呀 为什么 你想想看 那个红西关他虽然笨 可并不傻呀 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一世啊 当有一天他突然发现 比武是为了招亲 招亲是为了你 结果 蹭 压力升得老高 影响比武的发挥 你不就完了吗 我不管 你可是答应我的 你什么时候改新来了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啊 难道你要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打倒来人 然后娶你啊 喂 废话嘛 谁要嫁给你啊 所以说嘛 比武昭青的事 要另想办法 那你说怎么办呢 这办法嘛 那不是没有 不过呢 就要看你 肯不肯牺牲了 喂 你可别动什么买脑筋啊 你脑子进水了 我品味没那么差的 你 福尔过来 嗯 嗯 好吧 我听你的 啊 那我下半辈子的幸福 就交给你了 喂 你还是做男人好一点 你装什么装啊你 什么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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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好好 不闹不闹 你该回去了 我也要回书院了 你嫁人的事呢 包在我身上了啊 哎 嘿嘿 喂 喂 我回来了 哎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西官呢 什么 你们都没有看见西官啊 啊 这莫名我个奇妙啊 是不是你们光顾着练功 没有看见他呀 嗯 哎 哎 西官 西官回来了 喂 你干什么去了 你买的那些菜呢 哦 你不会告诉我 你把菜在路上都吃了吧 你过来一下 你过来一下 搞什么东西啊 喂 奇奇怪怪的 莫名我个奇妙 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当然去买酒了 酒坛子都放在那里了 不过你放心 我是去别的酒家 没有去雷人那里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比你早回来啊 对不对 哎 你为什么那么晚才回来呢 没什么 我不去比赛了 啊 你们自己去吧 为什么 喂喂喂 为什么 西官为什么黑着脸呢 我也搞不清楚状况啊 对了 可能是在路上 吃完了给我们买的那些菜 结果拉肚子 嗯 不过你放心吧 我一会儿找他问明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的没错 考不考得上什么准武状元 我不在乎 只要能为我爹报仇 再大的苦我也愿意吃 嗯 你放心 现在我们几个情童手足 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是吧 习惯 我报我的仇 你和习惯啊 就一起把那个什么武状元 武炭花 武榜眼 统统考回来 这样啊 不但可以光宗耀族 而且啊 还可以娶个贤良淑德的美女 回来做老婆的 什么 你再说一遍 不但可以光宗耀族啊 不是这句 哦 还可以找一个 贤良淑德的美女 成家立业的 你 你还算是个人吗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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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变态啊你 红西官 你站住 红西官 哎呀 西官 哎 西官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听我说啊 你终于肯说了 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哼 你还是不肯承认 我到底要承认什么呀 我告诉过你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没有去找雷人寻仇 你还骗我 我骗你什么啦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我怎么骗你了 我到底哪里骗你了 你还骗我 哎呀 你什么你呀 我到底哪里骗你了 你把话说清楚再来骂我好不好啊 红西官 我拜托你 诗云西官 哎呀 你不要再 诗云西官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他非要说我骗他 哎呀 你听命理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吵什么 我们吃了好休息 哎呀哎呀 臭小子 我见到你不是吵架就是打架 他是谁啊 哦 他是我猪头前辈 哎猪头前辈啊 你每次都来得刚刚好啊 哎呀 我太爱你了 来抱一抱 哎呀 嘿嘿嘿 算你还有点良心 咱们走 哎好走 去哪儿 哎呀 跟着猪头前辈一定有好事的 走走走 走啊 哎走走走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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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哦 原来是偷看连人练功啊 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不叫偷看 这叫查看 你这么大人 连偷喝茶都分不清楚 枉费你都那么多年输了 对呀 这不是君子所为 你们慢慢看吧 我先回去了 嘿小子 对人说鬼话 人会瞧不起你 对鬼说人的话 鬼就会欺负你 你瞧瞧院子里那几个人 哪个是君子啊 仁儿 娘上次传授给你的功夫 你应用得不错 方石玉那个小子 没占到你什么便宜 你们也只是打到了平分而已 这次比武招亲 方石玉必定还会来 以你目前的武功 想要打赢他胜算不大 所以 今天娘就把追命鸳鸯腿的 腿法传授给你 仁儿 你一定要仔细看 用心练 务必要让信方的那个小子 有来无回 是 娘 这又是被他打中了 岂不是狗屁着凉了 这是追命鸳鸯腿 追什么命什么 这追命鸳鸯腿 好像听阿花提过的 好 走 走了 再看小命就没有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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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儿 看清楚了没有 我看清楚了 人儿 你爹 娶得老婆厉不厉害呀 要是你有我老婆的一半的功夫 那方石玉啊 一定是你手下败将 前真万缺 爹 人儿 请二老放心 人儿这次一定不负众望 杀方石玉个错骨扬灰 好 有欺魄 这才向我雷某后代说的话嘛 人儿这次一定不负众望 啊 娘 不过 现在人儿 有一个小小的疑虑 你说来听听 爹 你们想 如果 我跟方石玉单打独斗 肯定无所畏惧 但是 要加上胡慧前 洪西关 方石玉他们三个人轮番占我 那我体力上可就吃大亏了 人儿放心 有请二位师弟 这位是薛潘青师叔 这位是段文武师叔 这位是段文武师叔 人儿拜见两位师叔 这位是段文武师叔 仁儿拜见两位师叔 刚才那个女人的武功 你们也看见了 怎么样 有几成胜算的把握呀 怕了吧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大不了就是一个死 没错 我也不怕 没错 你个屁呀 你死了谁替你爹报仇啊 你爹的仇不要报了 我 我死了不是还有你和西关吗 虽然不能亲手 为我爹报仇 虽然你个屁呀 我和西关能眼睁睁看你 去纵死吗 现在啊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我们三个把雷人打死 要么雷人把我们三个打死 我说得没错吧 猪头 前辈 既然你们都不怕死 这就好办了 这个女人的功夫 虽然很毒 不过我倒是见识过 也知道应对的办法 只要你们勤加练习 打个平手还是不成问题的 不行 不行 这次的选拔赛非同小可 必须有个胜负 绝不能打个平手的 这么说的话 那我只能尽心地 教你们其中的一个了 剩下的两个 就只能学点皮毛应付应付了 不过虽说是皮毛保命 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我们三个一起打吗 胡少爷 你以为这是大街上打群架呀 这可是准武状元选拔赛呀 只能一对一地打 就像娶老婆一样 一女怎么能嫁三夫呢 是不是啊 红爷 你故意的 我又故意什么了 今天下午啊 回来你就怪怪的 一会儿呢 说我不是人 一会儿说我骗你 现在说我故意的 真莫名我个奇妙了 我真不知道你今天下午 究竟发生什么事 让你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是 你 我 我怎么了 你们两个今天都怎么了 好了好了 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们也不要争了 我来打 我来打可以吧 关你什么事啊 关你什么事啊 我来打 我才不像某些人贪生怕死 有钱我花掉 不仁不义 喂 这位朋友 你说话好像若有所指啊 我真的真的真的不明白呀 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让你变成这个样子 真是莫名我个奇妙 喂喂 三位大侠 你们到底谁来主打呀 他 我 好 其实我也觉得 你来打是最合适的 你看你 手臂粗壮有力 双腿灵活 天生就是练习 夺命剪刀脚的好材料 夺命剪刀脚 夺命剪刀脚 多谢前辈执教 习惯一定勤加练习 绝对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当然 你的资质我早就见识了 你虽然傻乎乎的 挺老实的 不过你在学武上 领悟力倒是很强啊 我最喜欢教你这样的徒弟 又不需要费什么心 还够听话 不像某些人 聪明机灵有余 却不懂得尊师重道 一天到晚那个猪头啊 怪老头的叫我 喂 这位朋友 你说话好像也若有所指啊 你们看看 我话还没落地呢 就被某些人捡起来喽 不不不 你够了没有 你可以抬高红习惯 但是也没有必要才变我方氏玉 猪头 前辈 前辈 那您教我什么武功 臭小子 你看看 看他的脾气性格 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 哦 二哥 狼言飞笑 自古豪杰出年相 鬼悲悲欢战 一滴相悲 好难爱无怨也无悔 走四方无拘疲累 心无间不许谁陪 默然回首时间 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永相随 走四方无拘疲累 心无间不许谁陪 默然回首时间 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永相随 风破日 云千月 浪人悲响 自古浩尖 初年少 大学 大学 党